拿納稅人的錢 去搞政商關係 這種官商奮起 你難道堆得起嗎 會不會太離譜了 沒有 我在罵柯文哲 這次有什麼好講的 你華國商質詢別人 一大堆人吃頓飯 而且對方也沒什麼爭議不爭議 就是一個廠商而已 就說你就是官商奮起 你抗政府的開 拿納稅人的錢 做你的官商工錢 結果呢 減輸賠報 民眾黨揪台志光吃飯 跟我的說 吃個飯有什麼問題嗎 會太雙標 黃國昌還說台志光是垃圾廠商 對 是不是 對 你們議員跟垃圾廠商吃飯 跟垃圾吃飯的是什麼 什麼衛生 這樣太不衛生了啦 2020年3月18號 跟聯合再生的董事長 跟張景森 跟潘孟安 在檢克樓談的什麼 我根本不曉得記得這件事情 有沒有 我不知道啊 你回去查 我們下次質詢的時候 進去酸下去 你查你的歷歷啊 你有第一次吃過這頓飯 你在國會可以回答說你不知道喔 我當然不知道啊 你五年前的事情 哪一天的事情發生什麼事情 你怎麼會記得 這種官商奮奮契 這種官商奮奮契 扛納世倫之凱 去建立自己的政商關係 沒有這回事啦 這不是鐵真真的例子嗎 這不是例子啊 那檢調來查才是最真實的啊 所以嘛 在你們民進黨官員的眼裡 只要檢調沒有人來查 就代表沒有事喔 所以站在民進黨所謂的清廉情政愛鄉土 你們的連政民族規範 只有一個規則 檢調沒有查代表你有事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他有客觀的證據嘛 對啊 有些客觀的證據不是批出來的 這是推論啦 這不是推論 你有去沒有去 你這個是 然後你跟大家講說沒有 還是跟大家講說你不記得 這不是在說故事嘛 對嘛 你有去沒有去嘛 看圖說故事要成為成真的話 要檢調確認查 對嘛 你有去沒有去嘛 對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敢回答喔 謝謝主委 我想我們還是大家互相尊重喔 不要有情緒 你有去沒有去 發言 回答這個問題再往下嘛 你連這個問題都不敢回答喔 好 拿納稅人的錢去搞政商關係 我沒有這樣做 會有這麼多錢 不要亂講 我沒有這樣做 拿納稅人的錢去搞政商關係 這種官商憤氣 你難道堆得起嗎 會不會太離譜了 沒有我在罵柯文哲 這次有什麼好講的 你華國商質詢別人 一大堆人吃頓飯 而且對方也沒什麼爭議不爭議 就是一個廠商而已 就說你就是官商奮進 你抗政府的開 拿納稅人的錢 做你的官商勾結 結果呢 減輸賠報 民眾黨揪台志光吃飯 柯文哲說 吃個飯有什麼問題嗎 會太雙標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黃國昌這種連連看的邏輯 對啊 他老是說什麼 吃飯怎樣怎樣 對著拱民心 就說你五年前 有沒有跟誰吃過飯嗎 我最好記得我五年前 這一題都答不出來 你答不出來 我們怎麼往下走 你有沒有去嘛 你有沒有去嘛 就是這樣嘛 一直講一講嘛 那等一下 剛剛看那個影片 請那個線上的朋友 把那個左邊那個拱民心啊 換成柯文哲 柯文哲 換成柯文哲 我會 來來來來 導播來來來來 這個如果換成柯文哲對不對 黃國昌先上來會這樣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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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先謝謝主席 還會搖嘴唇 然後 對對對 然後還會搖嘴唇 主席 一百二十萬我講了 然後再來就問 主席 請問有沒有吃台志光 有有有有 有吃飯嗎 沒事吧 吃個飯不算什麼啦 其實我們是這樣啦 我們想說奇怪柯文哲 你這麼討厭台志光 然後又說這是議會勾結財團嘛 對啊 那問題是你那八年的任內 這個故事是這樣 你八年的任內 陳崇文沒有跟你講過台志光 我們當時這樣問了嘛 陳 你有沒有跟陳崇文吃飯嘛 你跟陳崇文吃飯 陳崇文有沒有跟你講過台志光的事嘛 對 這你就回答就好 你跟陳崇文吃飯很正常啊 一個市長跟很多黨的議員吃飯 這都很正常 那我只問你說陳崇文有沒有跟你講過台志光 後來我們又追問了一句說奇怪咧 當時你當市長的時候 民眾黨有兩個市議員 一個叫黃珊珊 一個叫林國成 對 這兩個人從頭到尾沒有對台志光講過一個字 一句話 是 後來我就想到說不對啊 最近這兩年 去年 去年民眾黨有四個市議員 黃淨穎是從小就跟在他旁邊 黃淨穎也是林國成就跟在旁邊 對 然後這個還有張志豪嘛 對啊 陳佑成是跟在黃山上旁邊的 他怎麼會不知道台志光這頓飯不能吃 不是他們一定要知道柯文哲那麼討厭台志光嘛 是 沒錯吧 那你們四個在去年議會的三百六十五天 沒有任何一分鐘講台志光 是 你老闆找台志光找到這樣 你都沒有賺錢的時候 看到怎麼處理一下 都沒有 好 所以我們就問說 你們四個人都沒有再問咧 你們四個人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一個人就好 跟台志光 跟台志光相關的人 我們就是這麼說 跟台志光和台志光相關的人 吃過飯 連連看 連連看連起來了 我們只是這樣問 我們是問嘛 對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隔天 人家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很想到 我也有跟蔡英文吃飯啊 然後去問那四個議員 那四個議員說 我們不隨之其武 不隨之其武 我們不以評論 這話就到這樣就結束了嘛 對 大家聽就聽了嘛 他們說我們不評論 那就是有啦 這個什麼什麼這樣不隨之其武 結果就有一個民眾 看到電視說 我問這個 我王一川就問對不對 對 申和隆 其實比較有剪輸 為什麼不打給王一川 因為他沒有壞定 是 剪輸 還是他有資訊 搶救王一川粉專 我忘了看 所以柯文哲 黃國昌 你不要誤會我 我並沒有說你們有吃飯 但是呢 我也沒有說你們有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你們自己 你們的答案 都大家懷疑說 欸你們好像真的有這件事 對 才讓這個生喉嚨跳出來嘛 所以我再講一遍 我沒有說你們有吃飯 我也沒有說你們有討論這個事情 是你們自己心裡覺得說 嗯 王一川好像有什麼 是 然後人家生喉嚨一根剪輸陪講完 今天柯文哲又受訪 對 問他這一題 柯文哲說 然後呢 然後呢 查出來齁 你們不會比我們少啦 這樣 潑紅 潑潑髒水 民進黨不會比我們少啦 所以是我們有 所以我們有嘛 對 柯文哲的邏輯就說 然後呢 民進黨不會查出來 民進黨不會比我們少啦 表示他也有 這才是重點 沒有啦 柯文哲吃飯沒要緊 真的 對 吃飯沒要緊 因為當時吃飯是你遇到別人遇到 坐一桌 當時朋友帶朋友來 是 來換一個看著台智光 趕快走 這樣就好 是 你們可能也等到 因為你是台智光啊 這樣子 我跟你講吃飯都沒關係 但是你們這從頭到尾看起來心虛的樣子 人家就知道這裡頭一定會有貓膩 對 我今天要問蘇美議員 這個料其實坦白講啦 這個殺傷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哈哈哈哈 因為你下一個報的料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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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報的料這個 柯文哲核定的公文 這個殺傷力才大 可是這個侮辱性極強 你的爆料其實有幾件事嘛 是立委就議員嘛 對 那議員就四個很好猜嘛 是 哪一個立委 哪一個立委 難得名的 哪一個 像陳昭之種不可能吧 他連廁所 立法院廁所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 不可能嘛 有可能的是幾個嘛 Tiktok Tiktok 對啊 夜市 對啊 第一個啦 黃國昌嘛 可是看起來黃國昌跟這次從頭到尾沒關係嘛 對不對 再來就黃珊珊嘛 對不對 再來就林國成嘛 就這三個人嘛 黃珊被我們拉掉了嘛 那就是 那個 黃國昌被我們拉掉嘛 所以黃珊珊跟林國成 原來這是一個 爸爸求女兒吃飯的故事嘛 也許就是這個樣子 支付金節大餐 我們搞錯了啦 對啊 這個長輩找晚輩吃飯 理所當然嘛 媽媽找女兒吃飯 也很正常嘛 那為什麼遮遮掩掩 就是家庭聚餐嘛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剛好台志光來嘛 燒肚嘛 對嘛 換個名片嘛 換一換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光如果沒有見不得人 為什麼不敢公開承認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柯文哲 如果不是 那我跟他穿吃飯都公開的 對 那如果不是這種單純的 不是這種單純的吃飯 就不能 不能隨便講 一定要先拖別人下承 先拖別人 一定要講說 先跟說 我跟蔡英文吃過飯 對 然後歪樓 再來第二个是說 查出來 也不會比你們民進黨多 所以一定是我有 才不會比民進黨多 但民進黨有沒有比你多不知道 但我先要問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 有沒有嘛 是嗎 柯文哲講清楚嘛 有後沒有一句話嘛 你八年任內 在這些事情爆發的時候 你說什麼 你說你忍了這個廠商 忍了八年 而且怪怪的 這個財團勾結議會議員 謀取國家財產 要予以公布 就是這一張 是不是 就是這邊 大家都 我想每一個人手機 都應該有這一張 我懂了 我懂我忍了八年 終於可以跟他當好朋友了 我忍了八年 終於有議員可以跟他們少牽手了嗎 跟他交朋友了 是嗎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就如義川大哥所說的 我們有時候在地方會遇到什麼人 議員在餐廳 在公共場合會遇到什麼人 不曉得 莫名其妙有一個人拿一個名片給你說 我有做什麼政府的標案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如果沒有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敢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廠商你真的這麼討厭 真的是有人主揪 而且是跟這個廠商會面的話 那你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對 你柯文哲到底同不同意 另外黃國昌如果真的是立委主揪的話 那民眾黨在黨團裡面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民眾黨有沒有討論過 黃國昌老師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你要不要拿出你質詢狗明星的道德勇氣 只問一下柯文哲 而且你們黨團會議 柯文哲不是都會在 柯文哲不是都會在 柯文哲說不會查出來 不會比你們民進黨少 你有沒有問他說 那你們到底有沒有 你們同不同意嗎 黃國昌還說台志光是垃圾廠商 對 是不是 對 你們議員跟垃圾廠商吃飯 跟垃圾吃飯的是什麼 什麼衛生 這樣太不衛生了啦 再查了啦 再查了嗎 要不要查清楚啦 要查清楚啦 我答對黃國昌的了解 然後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黃毅參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要是我啦 因為如果沒有他 就不會有申喉嚨打電話給我 所以我覺得申喉嚨其實要打電話給他 不小心誤撥到我的電話 我那天都那麼剛好 跟他一起開記者會 對 所以他跟我說這件事情要繼續查 是 然後餐廳 還有包含是不是有什麼什麼 什麼小禮物什麼的 要議員繼續努力查下去 但議員的轄區就在議會而已 是 我們還是要請執行長 幫忙全民繼續努力查下去 國昌老師在查了啦 是國昌老師查了 他一定會查的 馬上就開直播了 聽爆 國昌老師的道德勇氣 太高了 標準 這哪有可能沒查 這一定查的 哈哈哈哈 一定查的 而且有可能會查到柯文哲 查到那四個議員 而且黃國昌 這個一定會什麼 就是要帶自己的人 他也不會手軟的 所以這個案子 大家再給國昌老師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時間 可能今天他們就開始查了 明天早上就會公布了 不過這個事情我再補充一點 他們吃飯的時間 有在講 然後好像是在二月 因為二月一號就任 二月一號就任 二月的時間 已經是以立委的成分 大家想想看 我們那個時候 剛好是預算吵得 備費騰騰的時候 零食會 之前 這個台志光 還發了一個文 在二月二十號 嗆說 要給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斷訊 都是在二月 對 都是在二月的時候 那如果真的在二月吃飯 到底台志光有沒有跟民眾黨的議員 談起要斷訊 是 談起費率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吃飯的重點 對 吃飯沒什麼重點 到底如果真的有吃 到底在會議上面 台志光跟這些民眾黨的議員 是不是有談到費率 這是我們所提醒的 對 我就問 我就問民眾黨四位議員 當台志光去霸凌 去恐嚇台北市警察局的時候 你有沒有為警察局 講過一句話 還是因為那頓飯吃了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持續追下去 可是因為簡素培議員 今天報的第一個大料 第二個大料是什麼呢 我們一直有個疑惑 到底三妹兩千兩百塊 到底哪裡來的 問這件事 柯文哲從頭來都知乎其辭 對不對 一副跟他自己沒關的 可是今天簡素培議員 拿了一個公文 證明三妹兩千兩百塊 是你柯文哲合定的 而且這公文有簽到市長 是柯文哲 你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台志光合約引爆蔣科 兩任市府大戰 與這場議員簡書 賠出示公文 強調高出市價許多的 三妹費率合約 就是在2021年 時任市長柯文哲 專簽合定 三妹兩千二 比所謂的公版的價錢 1761多出這麼多 柯文哲為什麼讓台志光 把警察局當攀納 而且還用專簽的方式 去核定這樣子的費率 會這麼說 就是因為柯文哲子 立冰陳志涵 日前秀出公文價目表 強調蔣萬案要啟動 檢除柯文哲2017年 訂的三妹兩千兩百元 費率合約 但2017年根本沒有訂三妹費率 綠營議員現在拿出公文 原來不是2017年 而是在2020年 但陳志涵再反擊 費率本身不是問題 問題是為何要把 全市的監視錄影器 從二妹提升到三妹 導致所有的價格提高 費率的部分 其實他都是經過審議委員會 所以這個費率是獨立產生的 跟柯文哲之間並沒有關係 費率是柯文哲定的 為什麼柯文哲的預算是4.6億 你講萬案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就是因為多的是9千萬 才有今天這個貪戶案 柯文哲也認了費率就是他訂的 不過民眾黨也強調 費率多少不是問題 而是把2妹提升為3妹 以及講萬案再加價 這就是柯文哲的話術 重點就在費率 這個費率就是不合理的費率 高過市價這麼高的費率 柯文哲沒有看到嗎 雖然柯文哲不斷反向藍綠勾結財團 但曝光的公文 不少都是他批准的 過去說過的話 以便拿來跟公文比對檢視 阿川大場面來了 昨天我們看到這個聯政委員會的這個報告 我們就說大場面來了 聯政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你柯文哲的副市長鄧家基 明明有聯政委員要立案 你說不用立案 就決定大場面出來 好 你不用立案表示你不調查他 那你有沒有土力他呢 今天更大的場面來了 簡蘇培議員爆料 就是這份公文 就是這份公文 在柯文哲任內核定三杯 兩千兩百塊 比市價都貴 這個公文裡頭寫什麼 寫說 報告市長 我們在六月十二號 有開了一個會 這個怎麼那麼熟悉 我們在六月十二號有開一個會 說什麼呢 說這個警察局的這個案子的費率 已經算出來了 而且這個會議已經確定了 這會議就開那個五分鐘的那個會議 五分鐘又二十九秒的會 就是那個定會率的費 對就這個 好 那這個簽簽簽簽簽簽的一大堆之後呢 後面有一個附件 就是警察局的這個CCTV的網路費率 是 咚咚咚 第三格 唉唷 這邊我們有放大 我們有放大 這裡這裡這裡 就是這個3M就在這裡 同時看一下陳志涵的臉書 陳志涵沒有3M 在這裡 陳志涵簡蘇培的臉書有 你把他放大放大 就可以看到 我跟你講這個問怪陳志涵 他少偷一份公文 哈哈哈哈 這份沒偷到啊 所以拿錯份了 拿錯份 他半夜潛到警察局裡面 踹門少偷一份啊 那你說 因為這是在資訊局 對啊資訊局這樣簽簽簽對不對 然後簽了這一個 那柯文哲可以說 這個簽這麼密密麻麻 我怎麼知道 各位記得 這個柯文哲 他是不是有說 說他最後一份公文 是 簽了什麼議會勾結財團對不對 他們寫了一些字嘛 來各位看 這個公文柯文哲簽什麼 市長是柯文哲覺醒 好這個都這樣喔 市長是市長柯文哲都電腦設定了 這個覺醒只是一個按鈕 對 就按覺醒就跳出覺醒 柯文哲上次最後一個公文 為什麼寫衣櫃勾結財團 那個要打字 對 代表柯文哲看到這個肺率以後 完全沒有抵抗 覺得舒服 完全沒有一件 對 所以就代表他合了 除非 除非 柯文哲這個覺醒不是他按 是 別人按的 怎麼會有按外按 因為能夠按這個了 只有幾個地方 一個是市長室的電腦 對 一個是市長 他們搞不好一個iPad 他可以這樣弄 或者是他的手機 我不知道他的手機 可不可以覺醒公文 還是他拿回家的時候 有一股其他的力量 幫他按了覺醒 這個一定要有人案 對 柯文哲 進去要有權限的啦 一百零九年七月九號 陰暗六點三十七分三十七秒 你記出去的 這個數字就是你訂 是 那你現在來 你跟我解釋 你這個數字 你為什麼要同意 對 就你同意了 而且一百零九年訂了以後 這個案子就繼續往前 往後跑了 對 接下來的 這一個警察局 一直到一百一十二年 警察局想要降 他要嗆著警察局 沒錯 警察局就把這個抖出來 然後陳崇文就被抓了 沒錯 就是就是我們上次講的嘛 就是那個警察局 收到恐嚇公文嘛 對 收到台志光的恐嚇 恐嚇文件 警察局長不在怕 警察局長說 來啊 大家來 就把他調出來 陳崇文就被抓了 對 非常謝謝 我覺得這次我完全就搞清楚了嘛 第一件事就這個 106年的時候的廉政委員會 105年的時候廉政委員會 就已經提案台志光有問題 結果呢 鄧家記把它護航掉 好 這是第一件事 接著呢 台志光很放心的 不斷的跟台北政府做兩妹的生意 做兩妹生意 直到做三妹的生意 我費率要重新溢 計價的會議就這個 109年6月12號的議價會議 議價會議過程中沒有人敢出席 所以我跟大家講 秘書長呢 搞到9點34分30秒出席 花了5分鐘29秒鐘 火速通過80個提案 每個提案大概4秒鐘 核定了台北市警察局三妹2200塊的費率 接著呢 就資訊局就簽到市長市 109年7月9號呢 市長市就決行 結果決行之後 譚世光繼續歡樂的 收三妹2200塊的費率 一路收收收收收 收到2022年 不是 收到今年2023年的2月 發現蔣萬安市府要反撲了 陳從回壓不住了 所以血液風氣嗆警察局說 你如果不給我錢 我就斷你的往2023年的2月嗆這些事情 然後3月陳從回被抓走 那這件事情我們討論到現在 所以蘇美玉 你這個真的是一嗆必命的大爆料 對2月的時候民眾黨還疑似有跟台智光吃飯 一定要補充一下這件事情 但我要講的是說 我看到這個公文的時候 我就想說柯文哲你真的很敢 對 費率擬定的 你在那邊打死的否認 然後一嘴巴上面罵台智光怪怪的 是垃圾廠商 但另外一方面你的費率居然核准給台智光 是比一般市價還要高的 對 你就覺得你怎麼這麼敢 所以大家都 他真的覺得這份公文查不到是不是 是 我就覺得 他覺得大家沒有那麼認真 也查不到 所以大家都拿不到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我柯文哲講了就贏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沒有想到 因為你出來嗆嘛 你嗆什麼 你嗆說綠營的人也有一起嘛 我覺得光這一句話我就不開心 因為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怎麼可以讓你這樣嗚咪一定要找出來嘛 對 這一件事情 費率誰訂的 柯文哲訂的 柯文哲指定你的秘書長去主持這個會議 是 會議主持完會議記錄裡面的所有的費率 有沒有簽到柯文哲 有 有嘛 109年7月9號18點37分37秒 是 而且還簽了一個可 這個可簽完之後 你就是你 就是柯文哲你必須要去負責 是 但有幾個時間點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我們有討論告 2016年也就是105年 我們的廉政會議說 光先案不立案調查 對不對 這個時間點大家記得 105 對2016年 鄭副市長佳琪 其他委員針對這個案子是否要立案 有沒有其他指教 不然的話 我們現階段是不是讓他先結案 是 先結案 不立案 這個時間點真的很厲害 柯文哲是這場會議的主席 然後從道也沒發言 我告訴你 他就是把前面的報告案聽完之後 等到後面討論事項 離席 光千道府第一案 他就浪槓了 對 我告訴你 他製造不在場證明嘛 對 光先案不調查 誰說的 因為這種 增加基說的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種主制稿 誰進來誰離開都要寫 他那邊會寫 柯文哲市長離席啊 是他有說他在上面又寫他離席 對 所以你看喔 2016年的時候光簽不立案調查 2017年光簽案開始上路 柯文哲2017年開始簽紫約 一路簽 簽到2023編了47個紫約的預算 讓蔣萬安去執行 誰編的 全部都是柯文哲嘛 2020年更誇張的是 把費率 3M的費率調到一個月2,200 誰決行的 柯文哲 而且我告訴你 這一份公文裡面 有另外一個費率 就是我們附件三那個費率 是 TGSN的費率 這個叫公版費率 就是我們一直講的 這邊有3M的費率 對 一個月1761 我就要問柯文哲 你看到這兩個附件的時候 這邊 對 你看到這兩個附件的時候 你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為什麼有的人是17 有的人是22 對 附件三的3M 1761 附件五的3M 2200塊 你不是省長 你不是省長 你沒有覺得 為什麼一樣都是3M 警察局了就比較貴 你為什麼讓警察局當潘納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警察局監視器只是比較多隻 對 因為這個費率不能刪 他有一萬多隻就乘一萬多 一塊都不能刪 對 因為一刪就少了一萬四 對 單一塊就省一萬 就少賺一萬四 一個月少一萬四 對 然後再去乘以十二個月 一百塊就是一百四十萬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為什麼這一次蔣萬安 只是在監視器的費率上面 要往下降一百塊 對 都會被台智光發文來嗆聲 因為那件事情是大事 費率一減 我一次減 不是減一隻一百塊而已 我是減一萬四 倒到一百多萬 對 一萬四千隻 每個月一百塊 一百十萬 乘以十二個月 一千九百萬 對 就是一千九百萬 所以這一件事情 柯文哲必須要講清楚 費率就是擬定的 而陳志涵出來講 你為什麼偷臭公文 你是故意偷錯 還是不小心偷錯 還是你不知道 原來資訊局 有這個三妹的公文 你忘記偷 少偷一份 是嗎 不盡責 戰狼小姐姐 失職